結論 馬英九沒有駁腳啊 很多人說馬英九 不管是駁押駁額 他沒有駁啊 他只要再任一天 權力就是他的 他只要再任一天 我們都說什麼雙手掌制 台灣沒有雙手掌制 台灣從 隔魁同意權取消掉之後 拿掉之後 修憲拿掉之後 隔魁副主權拿掉之後 就沒有雙手掌了 這個行政院院長 無論他多吹牛 無論他怎麼樣看起來風光 我今天總統只要跟你 打個電話給你 說欸 你明天把持人放到我桌上 你就要跟他說 對不起啊 我身體不好 我因為家庭的醫術 身體的醫術 我只好要辭職了 他只好就要下台 他沒有任何的理由 他今天聲望多高 都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 必須要認清一點 國民黨的這些精英 他永遠不可能 脫離馬英九的影響 他們的未來 就掌握在馬英九手裡 今天馬英九的眼光 看向誰 誰就回去高興的睡不著 然後另外其他人 就回去煩惱的睡不著覺 然後有的人反應 就開始說想辦法 要來抱大腿 有的人就開始在那邊生氣 在那邊摔東西 在那邊鬧 他們的反應其實跟小孩一樣 因為對他們來講 馬英九就是他們的父母 他們所有的一切 未來都要靠馬英九給他們 所以這就是我們必須看 國民黨的這裡面的權力的分佈 必須要認清這一點 唯有一個人是例外 就是連家 連家跟馬英九已經沒有任何機會修好了 連家跟馬英九已經是 怎麼講就是 是勢不兩立了 所以無論在 所以連勝文就是要選台北 在表面上怎麼樣看起來 就是說馬英九選舉的時候 他也會來站一下台 什麼他都會這樣 連戰都會 互相都會做到表面上的禮數 但是實際上私底下 已經沒有任何可以修好的可能 所以連勝文 他也不會抱有任何的期待 說今天要看馬英九 要怎麼樣對他好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國民黨裡面只有一支力量 是完全不看馬英九 就是連家 所以我們看到馬總統現在 他不但沒有在怕的 別人罵他還聽不進去的原因 照小段這樣講 他不認為自己跛腳了 而且還玩恐怖平衡 玩得游刃有餘 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在高玉仁的一番話之後 似乎這個權力大賽 真的已經揭開序幕了 所以未來到底 誰有可能是馬總統心目中 最熟悉的接班人 除了剛剛一開始 薛穎跟我們講的 除了這個郝龍斌 主動的要求陪馬總統 去登記參選這個黨主席選舉之外 讓馬伴覺得就乾不熄 然後朱立倫現在是最有壓力的人 因為他的岳父高玉仁 連續兩天砲轟馬執政 無能不適任 但是我們來看 那江儀化跟吳敦義 這另外兩大天王 這個馬總統 前兩天去參加 台灣民主基金會的 新大樓落成典禮的時候 當時他把這個 從武師口中拿到兩顆糖 很順手的 而且很自然的 就分了一顆給江儀化 所以這個糖糖 是不是真的是 馬總統心目中的最佳人選呢 再來看 這個副總統吳敦義 是馬總統的政治拍檔 馬總統也在這一次 一個場合當中 特別的稱讚這個吳敦義 說發展雲端運算是三年前 吳敦義及行政院長 半年後所提出來的 所以這個副總統 如果要更上層樓 當然接下來就是選總統了 所以鍾信兄 你怎麼看 這四個人裡面 到底誰是馬總統 現在心目中最鼠疫的人選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 主持人所提供的圖像 讓我想起 田納希 一位美國小書家 所寫的小書叫做 慾望街車 未來這個 伊莎白泰特還主演 女主角轟動一世 描述一群人坐在一部街車上 每個充滿慾望 其實不是如此嗎 其實也不要稀奇 主持人所提供的圖像 主持人所提供的圖像 讓我想起 田納希 一位美國小書家 所寫的小書叫做 慾望街車 未來這個 伊莎白泰特還主演 女主角轟動一世 描述一群人坐在一部街車上 每個充滿慾望 其實不是如此嗎 其實也不要稀奇 我們在辦公室所謂的辦公室真是每天都在上演而已 只是沒有那麼細句話而已 這是一種人的情緒跟利益 我先談高宇仁 其實高宇仁他是按耐不住 以他的老謀深算謀定活動 這一次的 我不能是暴衝 就是很自然表達情緒 一 他的兒子高斯伯被壓抑 第二 他的女婿 主持人也的確被壓抑 但是高宇仁連續兩封 這個導彈發射 其實後果是蠻嚴重的 也就是讓馬豬關係身邊 這個兩指接下來 以我們對馬英九的了解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解套的 怪不得主持人說有壓力 是 唐吳敦毅 當然吳敦毅看到這種形勢 當然高興是 樂於抓紋馬 因為副總統黎總統只有一步之遙 他企圖心其實也不用隱世的 幾乎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都在宴客 都在動員企業家 這大家都知道 那副首是誰呢 如果吳敦毅有自大位的話 那就不脫離你剛剛的圖表嘛 江一畫 郝隆斌 朱立倫 都有可能性 因為副首是 加分或者卑微的 都有可能性 我先談郝隆斌 至少短期內 我認為他自在行政院章 所以你看 年中一直做業績嘛 不要感到 但是他是雙頭蛇 他為了討好森率 要給陳順平特色 但沒想到還得罪森蘭 他為了拉攏森蘭 抓住老大馬英九 但又得罪森率 這不是雙頭蛇嗎 恐怕會兩頭落空 不要忘了 太極雙星案 還不知後來怎麼發展 很多人不是被羈押就約談 還在發展中 對 這樣一話很顯然就是個弱勢院長 就任不到一年 坦白講已經看破手腳 第一個 他人脈是非常淺的 必須只有五年歷練 我們知道操作權力是要人脈 其實包括他的操作手法 都蠻粗淺的 不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 包括最近的副議案 以及國教十二年這個爭論 注意把他致死 威信受損的 所以怪不得上禮拜說新新聞 說要他選台北市長 林勝文馬上跳出來說要選 林家不會讓得 談朱立倫 注意人我觀察是有志大衛的 第一個 陶業夫跟我講的 我們注意人可以尋歐巴馬模式 歐巴馬是參議員執取總統 所以新北市長執取總統 應該是這個意思 一 有志大衛 第二個 第二順位 就是吳祝沛 照目前泰勢來看 吳擔任 總統候選人基地是有的 那他做副首 吳祝沛 第三 那就新北市長徵許連任 沒虛虛也好 騎旅找馬 那第四個就是 那如果新北市長落選 那就是義大利人說了 失敗成為孤兒 那事情大掉了 因為這種處境 所以 注意人 再怎麼不甘願 也要表態真正學 停馬英九選黨主席 這是災害控損 站在馬英九的立場 其實黨政合一很重要的 總統職務不用講了 總統能控制國營企業多少資源啊 我舉個例子 中和台電一年的採購 就四千億新台幣啊 你看多大資源啊 上下起手機會太多了嘛 好 黨主席 黨產就資源分配者啊 運用資廟存乎一新啊 這小金庫是不用對賬的耶 不用對 不用公布的耶 好 黨主席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從市議員到立委到縣市長到總統 做候選人 他是設定議題的人了 所以當然其他人不能得罪 我倒是個敢想做結論就好了 這些人坐在慾望階段上面 你總要有一些夢想吧 如果歐巴馬說他有美國夢 如果習近平有中國夢 那我請教你們這幾位 你會像馬丁路德金恩說 我有一個台灣夢嗎 我覺得我們用來檢驗他們 我連願這樣子 我來引用一位學者的話來做結論 就是他詮釋美國夢 我覺得你美國夢把它換成台灣夢 就知道意思了 這是Hurrington Sam Hurrington 政學大師 他過去探討 像第三波民主啦 探討這個文明衝突論 但他過了八十歲 寫一本書叫做 Who are we 我們是誰探討美國夢 其實就是探討美國夢 美國夢 我講的時候 你把它換算成台灣夢是一樣的 我們用這個來檢驗我們政治人物 包括對面進黨 我們是誰呢 夢是什麼呢 伴隨我們成長的美國夢 是個既簡單又充滿力量的夢想 只要你努力工作 並遵守遊戲規則 你就有機會靠著天賦的才能實現夢想 一 二 美國的信仰 就是對於工作的信仰 社經地位皆來自工作和工作價值 我認為美國夢跟台灣夢是一樣的 我就用這個結論來請教我們台面上人物 請問你們有給我們安居樂業的環境嗎 請問你有給下一代塑造一個有夢想的環境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們存在是夢魘喔 加我一句 奇怪 總統五花園人李嘉輝小姐怎麼沒有針對我昨天提出的 五人小組對呼籲案的定統 沒有那個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回應呢 馬總統 再給你24小時 我學揮力冰喔 如果你不回應的話 表示 袁清彪的喝花酒的除罪化案 馬總統 你是最終的裁判者 你是絕對跑不掉的 好 馬總統如果再做不好 繼續再跟民眾對撞的話 欸 黨內很多挑戰還是會再出來 是像胡道哥講的 馬豬關係真的生病嗎 連勝文真的會變成一個自走怕嗎 台北市長是堅持到底嗎 可是重要是什麼 馬英九大權在後 他就可以玩那個敲敲板那個遊戲 問題是 算是人民怎麼辦 我們還要來觀察一下 包括12年國教 離譜到光是一個要不要排富 已經第五倍了 甚至離譜到什麼 國民黨副主席 也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洪舅舟現在說拋的是誰 欸 不是打教育部長欸 打的是教育部的次長 這怎麼回事呢 來 你要不要幫我們追一下 對喔 這個所謂的12年國教 到現在也是一連了好幾遍 但你來看到他們最新發展 原本是說呢 其實啊 就高中職是來免學費的 但是呢 後來傳出來說呢 其實呢 只有高職是免費 但是呢 高中會設個排富條款 但想不到之後 我們的行政院長張一話 跳出來說 欸 其實沒有啦 沒有說全部都有